兄弟们,看我看到什么了 全新哈佛H9 哇塞 磨砂灰的 哇,这造型真是 看图片的话真以为是大号猛龙 其实区别这个现场的这种体魄感 真的很足 哇,这个中网是用的 压光银色的这种横向饰条 很粗犷,毛顶很大 太帅了 侧面看一下 它是比旁边那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POWER那个皮卡,其实POWER皮卡就已经 挺有那种体魄感了 小方窗 底下的细节造型,很硬朗 这个造型 你要说这像鹿虎,我觉得行 说像猛龙,其实 有一些相似元素,但是真的不像 像鹿虎,侧面这感觉 这是个方盒子 刚才那边卸货卸的是一个小书包备胎的 卸的是一个轮胎备胎的 我喜欢轮胎备胎的 侧面的车牌框 造型真行 很硬了,这个角度拍 跟H2跟POWER比 真的很大 跟那边的大沟对比一下 看一下车内 哇 哇,车内好奢 好奢,这个类似于酒红棕的这种配色 就是棕色偏一点酒红色 大屏 坦克的挡霸 看看都有什么功能啊 放大一些 哇 前后锁,前后锁,第四 齐了,配件齐了 这一款有通风加热 应该还有一个按钮是作为按摩吧 后边来看一下 空间是挺大的 真不错 真不错 之后加粮 给大家来详细的 这个正经的拍一下这台车 看一下悬架 双刹臂 铝合金的白臂 底盘 底盘很规整 这都长城的一贯的风格 很板正 这个车26555 19寸的 如果18寸的话 配一些AT胎或者地形轮胎会更好一些 应该它是有 肯定是有这个选装包的 看一下车尾 它也是有备胎的 备胎是在这的 它必须有啊 后整体桥的悬架 拖车资质 拖车快车狗 拖车资质是必须有的 现在越车必须得有 真帅 再次回应该 谢谢大家